《灭火器树枝奇》上阵 微成年受害者被围殴 被害人当时经公安鉴定 也是身上有多数的轻微伤 属于一起去动手中的 我觉得就挺后悔的吧 拉面店里一句口诀 引发激烈冲突 为什么打他呢 你泼他油了吗 泼了 泼了他什么油啊 不让青春被刺痛 《晚间800》今晚播出 敬请关注 妈 好香 有秘捷吧 长康芝麻油 多放一点啊 营养 口味都有了 实在是香 长康纯芝麻油 原味原香 绿色长康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 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合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输筋建腰丸 砖药专治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输筋建腰丸的 砖药专治 强筋骨 七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法治民生 这里是江西最权威的 法治节目 晚间八零零 我是郭凯 欢迎您的收看 如今不少年轻人 在追求个性于 时尚的口号之下 对纹身是青睐有加 为了所谓的酷帅于个性 个别未成年人 卷入到了纹身的风潮之中 然而 这些未成年人 并没有意识到 纹身可能会带来的 诸多问题 比如说 一感染 难复原 容易被标签化等等 这会让年少的他们 承受所不能承受之痛 不仅伤害身心健康 还会影响他们 未来的人生之路 这一现象 也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灭火器喷出滚滚粉尘 但是使用灭火器的少年 却并不是在灭火 而是将干粉喷洒到 坐在地上的另一名少年身上 旁边还有一人 时不时对其猛批 这是犯罪嫌疑人 小徐等人 殴打他人时 自己用手机录下的视频 他接交了一些不良的朋友 然后有一次 在和朋友一起玩的时候 其中有个小伙伴提起了说 和某个学校的有个学生 有过节 想要教训他一下 然后三个小伙伴 就一起到了学校门口 然后以所谓要吃饭的名义 把这个未成年被害人 裹挟上了网约车 然后带到了某个地下车库 被害人当时经公安鉴定 也是身上有多处的轻微伤 具体的伤势 其实是由拳打脚 还有木枝造成的 灭火器喷嚏 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侮辱性的 我跟他没有过接触 也不认识 然后就是出于一起去动手中的 我觉得就挺后悔的吧 因涉嫌寻性滋事罪 小徐等三人被警方逮捕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 承办检察官发现 在笔录上签名的时候 小徐遮遮掩掩 行为古怪 这是怎么回事呢 签笔录的时候 伸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 他的手上有纹身 那么未成年的纹身的治理 现在是一个社会各方面 都比较关注的热点事件 那么我们也敏锐地 捕捉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就他纹身的事情 开展了一个询问和调查 检察官们发现 小徐两个手臂 后背 都纹了非常复杂的图案 纹身面积几乎超过 身上皮肤的一半 认识的人之间嘛 比如说也有纹身 然后呢或者说就是 那种短视频里面也就是也有嘛 然后就觉得挺帅的 朋友和偶像们霸气的纹身 让未成年的小徐羡慕不已 为了所谓的帅酷 有点怕疼的小徐 开始鼓起勇气 走进了一家纹身店 在自己的手臂上 纹了第一个图案 一开始是因为好奇心 像纹身这个东西 但是就像疼痛感嘛 就比如说这个 纹身这个东西就有影一样的 比如说你现在 就纹了一个小面积的 然后你就想 最后想纹大面积的 就是这样子 亲身体验之后 小徐对纹身的热情 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忍受了十多次 针扎之痛后 才有了现在 遍布全身的纹身 这让他成了朋友圈里的 所谓名人 于是小徐开始变得 暴躁冲动 进而有了这次寻衅滋事 随意有打他人的犯罪行为 而对于孩子纹身 小徐的家长 竟然毫不知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了解 小徐的父母 离婚多年 母亲远走他乡 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 并育有一子 小徐则一直跟着 爷爷奶奶生活 我有时候有空了就过去 有空了就过去 爷爷奶奶也赶不住 两下一通 我留出去 那么打他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会 步入青春期的小徐 变得越来越叛逆 而他的爷爷奶奶 根本无力管束 偶尔回家的父亲 发现小徐叛逆的行为后 采取的只是非打即骂的方式 反而加重了他的叛逆情绪 小徐这次犯下大错 尤其是一身的文申 让他的父亲非常难过 作为成年人的 他敏锐地意识到 文申会对小徐的人生 产生不良的影响 现在文申闻到一大步 我说你找工作都难找 人家一看面试去 人家一看有文申 第一感觉就不要了 为了小徐的将来 这一次父亲终于静下心来 就文申的事 和儿子进行了一番 与众心诚的交流 小徐也终于意识到 文申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我觉得对我未来 造成的影响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工作吧 工作是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点 还有可能说之后 以后可能要结婚啊 这种的 就是这种文申啊 还有就是 在社会上面 就是这种文申 就像一种地皮流氓一样 对 就看我的眼光 就是不一样的 鉴于小徐是未成年人 认罪态度好 检查器官对于他 寻刑姿势的犯罪行为 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并安排社工 对其进行帮交 本来是寻刑姿势 他是给他考验六个月 六个月如果是正常的 各方面表现都好 就不起诉了 那今年也到六个月时间了 他也就正式不起诉了 他就可以回归 正常人的生活 都说浪子回头亲不患 小徐本以为自己改过之后 回归正常生活很简单 可是渐渐地他发现 原本引以为要的纹身 竟然成为他回归正常生活的 绊脚石 那时候爱玩嘛 就接触的朋友都是爱玩的 大家都是 可能说有一点纹身啊什么的 就是你不会有觉得那种 外人看来的那种眼光 但是现在就是我也不去 多接触这种人了 然后就比如 躲在大街上面 你会感觉就是人家看你的眼光 就是就感觉你像是个坏人一样 尽快地回归正常生活 洗掉纹身 对小徐来说是当务之急 可是当他去医院和纹身馆 一打听才发现 清洗纹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仅清洗全过程要两年多 而且费用高达十几万元 对于小徐和他的家庭来说 根本无力支付 这可怎么办呢 2022年6月6号 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了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 办法明确 任何企业 组织和个人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 不得胁迫 引诱 教唆未成年人纹身 纹身服务提供者 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 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 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 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这为解决未成年人纹身问题 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撑 因为纹身对未成年的身体健康 其实造成伤害的 未成年人和他的法定带领人 可以要求根据民法典的要求 进行一些民事的诉求 那么我们其实检查机关 对于未成年人起诉纹身典要求 相应的民事赔偿 我们是考虑支持起诉的 检查院支持起诉 给了小徐一家有力的支撑 经过调查 小徐最后几次在一家纹身店纹身时 有转账记录 于是他们向这家纹身店 提出了索赔要求 我们当时的诉求是要求他纹身店 退还我们三千多块钱的纹身的服务费用 这是基础的 另外来要求他们纹身店赔偿我们纹身的 清洗纹身的费用 大概五万块钱 直到此时 纹身店负责人才认识到 自己违规给未成年人小徐纹身的行为 是错误的 但是对于高额的纹身清洗费用 他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一开始是说他们帮他清洗 但这个意见我们跟 我们这方的小朋友的家长也沟通过 家长说不让他们清洗 后来我们谈到的方案是带 有这个店家带小朋友 到正规的医院去清洗 那这个纹身店经过打听 他认为这个正规医院 清洗的费用也挺高的 纹身店负责人表示 他无理承担高昂的清洗费用 只打算赔偿一万元 可是对于小徐一方来说 五万元已经是清洗纹身的 最低支出了 双方几次沟通都没有达成一致 直到法院开庭当天 在法官的支持下 双方才达成和解 后来然后就说 双方协商就你赔一定的费用 那小朋友自己去清洗 多出来费用 小朋友的家长自己来承担 就这样 后来就综合谈下来 谈到一个三万八的这个价格 是双方都能接受的 三万八千元对于小徐来说 仅仅是他清洗全部纹身费用的五分之一 在收到赔偿款后 小徐已经开始到医院清洗纹身了 然而纹身容易清洗难 我手臂上那个都是很大面积的纹身嘛 比如说洗掉啊什么的 就是它是洗不干净 然后洗完之后可能皮肤就可能有点 就那种 主要还是说实话洗不干净嘛 检查器官以工艺诉讼为抓手 联合多方对纹身行业 为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的行为 进行综合治理 但是要让未成年人彻底远离纹身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 前不久又一起案件发生了 你再给我叫什么 你再去吧 你再去吧 你再去找你了 要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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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们的住在这里的案子方面 为你报 我呀 这是凌晨时分 发生在上海浦东一家拉面店的冲突 而一切的起因 仅仅是因为临桌的外卖员 不小心把汤水 洒到了其中一名少年小冬的身上 然后外卖员当时在喝汤 然后因为小冬碰到他的桌子 然后就把汤洒出来了 然后外卖员就跟这个小冬发生了口角 然后小冬因为当时也刚喝完酒 也在有点上头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吵架 然后小冬这一方突然有个人 推了那个外卖员一下 外卖员随即也回推对方 后面小冬这边 包括小冬四个人就一起上去 乱拳围殴这位外卖员 为什么打他呢 看他不爽 看他不爽就打他了 你们拿工具了吗 对 你泼他油了吗 泼了 你泼了他什么油啊 泼了 就做咱辣椒油 直接冲他头上泼过去是吧 然后当时也一起上去打他了 几个人动手了 四人 打成什么伤 轻微了 因为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 小冬等四人 因涉嫌寻刑滋事罪 被立案查处 检察官在办理案件中发现 还未成年的小冬手臂上 也有纹身 小冬的父母本来打算 等儿子成年之后让他去参军 但是纹身的出现 让小冬失去了服兵役的可能 根据全国征兵网相关征兵体检要求 面颈部纹身或者斑痕长径超过三厘米 带有盈会 暴力和非法组织标志等纹身的人员 不能报名参军 本来我爸妈是想让我去当兵的 但是纹身的时候就不能到 然后给我纹身送了 然后提升线 检察官本来打算参照小徐案 支持小冬起诉替他提供纹身服务的纹身店 但是对此小冬却很排斥 至于清洗纹身 他也是拖拖拉拉不肯去 让你洗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的 那你后面有需要去洗过吗 没有 那你愿意洗 你不是后面你妈妈要安排你读书 你怎么不去洗呢 你不是说需要一个时间吗 你想你闻都闻了三个月三个九个月 对不对 估计你洗要差不多这么多时间吧 你要有行动啊 你刚刚跟我说你不怕疼 你一下又怕疼啊 洗的时候怕疼 行吧 由于当初小冬纹身是付的现金 他自己又不愿意指认纹身店 后续索赔工作只能放弃 目前在检察官和父母的干预下 小冬已经开始清洗纹身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要知道贵以砖 砖更对证 输筋建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输筋建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痴疼痛 输筋建腰丸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未成年人纹身 既不是小事 也不是私事和家事 而是关系到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大事 我们期待家长 学校 相关部门 以及社会各界 都要担负起自身的责任 其身对未成年人纹身说不 当然 对于已经有纹身的未成年人 也请大家以开放的姿态 去关心他们 让他们回归正常生活 在手机上收看晚间800 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您可以用微信搜索 江西二套晚间800视频号 还可以扫码下载 或者在应用市场搜索 金视频客户端下载 无论是电视大屏 还是手机小屏 晚间800就在您的身边 更多精彩资讯 请关注都市现场抖音号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 向我们投稿 一斤采用 可获得30到300元 不等的现金奖励 关注方式 抖音搜索都市现场 或者打开抖音APP 扫描屏幕二维码